就是甘薯木,木生星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这些关系 然后这个是相生的关系 然后相克的关系 这两组这些病症我们都分为 一个是虚症 然后那边是死症 这两种症都能打造失明 这个在失眠方面 神跟魂很重要 我们看中医 我们拿个个案来看 一个诊弹的过程 各个案例根据那本书所指的案例 它喝龟皮当加减 就是那个医生会调 8个月 他的睡眠就改善很多了 字幕作词 OK 大家好 今天我就继续讲失眠 因为上一次的上一个视频 我是讲那个睡眠的波 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到底怎么样的睡眠 怎么叫深睡 然后什么叫浅睡 为什么一个人很多梦 那个是现代医学的 从脑电波 睡眠层次的去看 一个人的睡眠 去研究了人类的睡眠的 一个过程 做出一个结论 就是他一集 二集 三集 四集 就是之前的视频 如果你要看 看得去之前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以一个 累计了几千年 中华文化 特别是中医的一个角度 为什么我讲到中华文化呢 因为等下会有点神神鬼鬼的东西 但是你不要误会 这个都是玩皇帝内经 或者是一些中医经典抽出来的一些观念 至少给你一个概念 如果你有失眠的问题 你去找中医 大约有一个概念 你不会被牵着壁纸跑 然后 其实我跟一个私医谈了 其实基本上 在针对失眠方面 其实他们也是措手无击的 一般上他们有一些镇定剂 或者是安眠药 但是这种药物呢 它的后续的一些长期的副作用 会比较复杂一点 可能下一个视频 我会讲西医的治疗角度 今天我只赚讲中医 然后中医观 然后内容是蛮丰富的 我的 pattern就是这样 然后花了几天做的功课 然后可能会讲快一点 如果我讲的太快 你不明白的话 你可以重新打回去 或者是你先把这个视频 share起来 或是save起来 然后你留后再看 可能会帮到你 或者是帮助你身边的家 毕竟失眠这个问题 蛮严重一下的 然后它很难搞 因为你要找寻疑 很难找的 因为它的问题的根源有很多 好 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话题 好 在我讲失眠之前 我要讲一讲中医三宝 中医三宝 几乎所有中医都懂了 但是大众都不了解 到底中医所谓的三宝是什么 就是精 气 神 然后 今天我不讲 精是有形之体 所以有形气 中医都讲了 有气 补气 行气 通气 今天我不讲精 不讲气 今天我讲神 因为睡眠的品质 或者是失眠的问题 都主要跟神有关 但是接下来 我还没有讲神之前 我必须先讲那个五神障 因为大家都懂嘛 五藏 中医是讲五藏六府嘛 五藏呢 其实所谓的性干 三宝陪飞神 其实就是这个五藏 然后所谓的五藏神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五藏呢 其实呢 它有 它有 我们叫五神 什么是五神呢 心肠神 就是 就是 开始进入鬼神的东西 但是我所指的不是鬼神 因为这个是中医 以前他们观察 人类的身体 跟他的心理 跟他的一些灵性的方面 所以中医力还是什么 它整体观 西医不是 你看 西医的角度是 它把你compartment 一个部门跟一个部门 所以如果你的 你失眠 你要找专科 我问你啦 你找哪个专科 你 你可能去找神经科 神经科就是看你的神经 有没有问题 他们task完啊 你的荷尔蒙啊 你的inter 那些 那些脑的质质啊 就是神经质质 都没问题 so 他就refer你给谁 心理科 就找心理治疗啊 叫你 催眠你之类 所以他把它分开来看 西医的问题 就是他把部门分开来看 中医呢 我们从一早 一开始 他就把全体 集合来看 所以这里 心肝脾肺肾呢 这个属于我们传统 基本上 就是你想象的 就是一些丈夫 其实我们中医所指的丈夫呢 他比较深的 他是一个系统 但是这个实体系统呢 他跟一些比较 玄的东西开始扯上关系的 就是同一开始 他们我们学中医都已经开始 学这一部分了 这个是中医基础 读过中医的人都懂了 中医 中基我们都学这些 肝肠魂 肝肠魂 脾肠意 肺肠魄 然后肾肠治 就是我们的五神治呢 就是五神 五神不是五字 五神呢 其实都是跟相对的丈夫有关系的 然后你的失眠问题呢 其实你必须要 因为他失眠的问题 他可以是肉身的问题 导致的心神上的问题 或者是精神上的问题 导致肉身的问题 所以你必须两边一起看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皇帝内经 因为皇帝内经有很多章的 八十一乘八十一 两个啦 书问跟 灵书素问的 这个在素问 就是他第一集啦 就是一集 心肠神 肾肠魄 肺肠魄 肥肠意 肾肾肾 其实应该是肾肠治 四位五臟所肠 就是五臟都有肠 一个我们的五神治 就是一种情治 就是一种灵性方面 很难去解释 所以中医男人我很选 你大约都知道我所想 你可以用鬼神之类的一些 来associate或者是联想 可能会让你记得比较好 所以五臟六腑 然后之间他们的关系 我们就用回五行学 就是干属木 木生星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精精生水 这些关系 然后有这个是相生的关系 然后相克的关系 今天这个主题不是这个啦 我给你看到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中医的基本概念是什么样 就是五臟 然后他有五神 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些 我要证明不是我讲的啦 这些都是以前就是古代圣人 他们已经观察了很久 在灵书 灵书就是皇帝内经的第二个part 其中一集叫本神 他提到呢 就是两经相伯 就是妈妈的经跟爸爸的经 所以我们中医所指的经 不是只是经子 就是一种精髓 可以这样讲 就是你生出来就有一种精华 然后两种精 就是爸爸的经妈妈的经结合 就是为之神 所以神是头啦 然后魂是什么 随神往来 魏之魂 然后就是跟着神来的就是魂咯 就是魂的往来 那个keyword是往来 可能日后我再详细地讲 所以心有所欲 魏之意 然后并经出入魏之魏 就是跟经出入的都魏之魏 然后意之所存魏之之 这个我排 因为我习惯了 圣冠陪飞神 所以我这样排 其实如果你这样来看 这一集 这一句跟这一句 还有这一句比较相关 魂魂魄 有一些医者就是他们通过研究黄金内经 用自己的想法再从比较 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 可能就这一句比较容易 这个是《内经》中医的其中也是一个经典 叫《内经》 在他那个章节叫做《障相类》 以心正则万神俱正 心邪则万神俱正 这个很逻辑的 你的心正 你的精神 或者是你的容貌都会偏正的 如果心邪样子都看到眼神 所以他们讲眼睛是不能骗人的 你的眼神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不够睡也是那个神 所以所谓的眼神要摸神 所以你看有些人没有神 为什么他睡觉睡不好 或者是他心不正 他的神不飘 这个可能然后再讲 所以魂之为人如梦昧 恍惚变幻游行之境 你看到了吗 开始跟睡觉有关系的 你看到吗 这个以前几千年前 千多两千年前 偷已经他们发现了 魂会影响你的睡眠 你的睡眠跟魂有关系的 未一念之声 心有所向 未定止 就是有一个 这个跟睡眠有关系 但我给你知道一下 这个意义就是 你想有个想法 但是你没有去行动 没有那个动力 就是心有所向而未定止 我约意 破之为用 能动能做 痛养之而觉 就是破呢 破呢 它就是一个被动式的 就是你 它跟情感没有关系 跟思想没有关系的 就好像我们的呼吸 我们的痛痒 这些都是比较反应式的 都是被动式的 破 是破 然后意志而觉而 着有所力之 约之 就是你有意了 但是你有所力 有去行动了 就约之 所以整体上呢 这个所谓 就是中医传统方面 关于这个五神 五神的一些观念 你可能会蒙察一点 至少你懂这边 你知道 古代我们就已经发现了 这些心灵上的 可以我以现代学 现代语术来讲 我们的心灵上的分别 它们把我们的心灵 可以分成很多层次的 但是如果你详细来看 这边开始刺激好玩 然后我在做一个功课的时候 我觉得哇 中华文化真的是很美 为什么呢 神 义字 如果你看之前那几条条文 其实义根字呢 都是 因为刚才我讲心 心藏神 你看哦 心 它是under 就是跟在神 在属 义根字呢 是属于神这一部位的 然后魂根破呢 它是独立的课题 它跟你的神魂破 它们是独立的课题 你看啊 重点是什么 什么分别呢 你看这两个 你看 中间 义根字中间有个 藏着一个心 魂根破藏着一个鬼 所以你看呢 神 就是当你精神 就是好像我现在站着 有意识的时候呢 我是以神为主 但是 这个是我能逻辑思考 能思想的 都是我的神 但是呢 魂这一部分呢 是不到你控制的 这样我请问 梦是不到你控制的 你很清楚 发现过吗 梦上有些东西 你很清楚 你没有看过 他梦到很清晰的 去过一个地方 他的细节很清晰 很感觉你好像 你明明没有去过 也没有读过 也没有看过 但是你梦里为什么会出现 因为你的魂 你的魂是一个影子 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但是我们生下来呢 所以他们以前古代了 出世受三天公命名的时候 就是魂入那个身体 就是那个baby的时候 就是我们看戏了 投胎 投胎 就是baby出世 你是投胎进去吗 就是 其实他开眼睛 先有神 后来那个魂才进 然后这个魂是自动的 但是你死了过后呢 你的神就停止了 就是你没有意识了嘛 你的魂就停止了 你不会痛不会痒了嘛 但是你的魂会飘出来的 所以后来就是慢慢变成道家 后来变成我们的鬼神说 其实这些都是有 有根有去的 所以这个魂很重要 这个在失眠方面呢 神跟魂很重要 所以这个是个基本概念 好 讲回去了 五神说了 就是心肝脾肺肾 然后他里面心肠五神 还有一个叫五字 就是心喜 就是你的情绪的 喜开心是跟心有关 生气是跟肝有关 失眠太多的人呢 会跟皮会伤你的皮啦 然后有常常 常常用的 哭呢 就伤费 然后常常被吓 很容易被吓 他可以两个想法 可以两个想法 一个你常常被吓到 被惊讶到哦 小孩子吓到会来扭 为什么 你的生气被吓走了嘛 或者是 长期生气不好 就不容易被吓 所以他是相补相成的 肝于的人 肝伤 一岁一岁啊 养到肝不好 就很容易生气 常常生气 冻肝火也会伤肝 所以他是互相的 喜呢 喜应该是好事嘛 但是我们就饮喜 就是 喝酒好嘛 喜嘛 有些人 所以他饮喜 过度重力呢 他会伤心 就是过度打游戏 但是如果你过量呢 你就伤你的心了 这个是个基本概念 我们的五行学 五脏六福 五神 五字 这个是我们的祭宝餐 基本参考地图 就是我们中医辨证了 他可以很多方面的 但是心肠神 刚才我讲嘛 主要是神 睡眠不好是神 你的神 神不少谁 或者是三闻 就是咬闻这样 所以那种人睡不好 你好像 所以都主要是跟这两个 但是不是 不代表别的不重要 好 我们看中医 我们哪个个案来看 一个诊断的过程 好 我就拿一个 中医失眠呢 就是这一整段说明 我们有三个步骤 第一 我们变轻重 失眠有分轻有分重 就是有轻重 所以轻呢 就是少眠 浅眠 就是睡不够 睡不好 不能深睡 不能睡很长的时间 然后很浅 很容易进行 这个是轻的 然后速热鸡 就是它才几天的 好像你坐飞机出国 你去到一个新的国家 我们叫Jet Lag 所以头几天呢 你会睡不惯的 或者去到一个新地方 什么农床 不以狗刀 就是你 去了是一个很豪华的酒店 但是你习惯你挤 你那个臭臭 那个臭包包 所以你也是睡不惯 头几天 这是短暂的 这个是清症 就是速热鸡胺 就是它自己会痊愈的 然后重症呢 彻夜不免 就是可以一天到晚 就是睡不好的 晚上 晚上了 我整个夜晚都睡不好的 下午就一直打瞌睡 或者是困扰多年 然后这个问题困扰 这个叫重症 所以第一个层次 我们变症了 第二个层次呢 我们就受病丈夫 就是刚才我讲那个呢 我们通过一些 我观察一个人的形象呢 我们看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他可以两个还是三个 所以或者是单一个 我们就是丈夫哪一个部分出问题 然后第三呢 就是辩证虚实 然后所谓的 你看啊 中医我们有辩证 那个证据的证 所以它可以是阴血不足 皮丝化缘 就是长期伤血 就是那种 敏赛好手吧 阴血不足 皮丝化缘 就是皮胃不好的人 就是他不能遭血 不能遭气的话呢 这个也是导致失眠的一个原因 肝是长血 就是肝 或者是特别是 你看到女人 她 特别是生了孩子 因为流血太多嘛 所以她的肝 没有血给她长嘛 肝是长 肝不好 不能长血呢 它也会导致失眠 因为刚才我讲嘛 魂躲在肝嘛 肝里面是长血的嘛 所以魂跟神 跟血有关系的 然后心肾不交 这是一个 另一个 就是刚才那个五关系啦 就是心肾不交 因为跟心有关 心长神嘛 所以你的心 是你肾不能滋养 你的心话 你的心肾不 你的神哦 也会乱的 这种心肾不交通常是 一直醒 一直醒 它是冷睡 但是很 一直醒 一直醒 然后或者是火圣扰星 就是天气热热的时候 你睡不好的 热热啊 你睡不好 所以为什么我要按Acon 你热热一定睡不好 冷冷你是冷睡的 然后甘育花火 就是谷开谷头的 然后谈火鱼制 这种是饮食方面 也是你吃得太饱哦 你都睡不好的 然后鱼血 鱼制 就是可能心脏有鱼血的人 比如这个是一个example啦 所以它也是很容易醒的 或是喘气的 忽然间喘气的 然后这两组 这些病症呢 我们都分为 一个是虚症 然后那边是死症 这两种症呢 都能打造失明 所以呢 病症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问我 我失眠了 有什么房子可以介绍吗 我从来不开一个 public房子给你 然后因为你不了解 你到底是死症或虚症 如果你是死症 我开一个虚症 补你的虚的话呢 你反而火上加油 所以你必须要变证 然后我给一个 个案例给你 这个是从一个 一个textbook 拿出来的一个案例 因为很多人讲 有些意义者会讲 我乱乱火 所以我跟你说 所有东西 我都是有证有据啦 然后我不是中医啊 我还不是中医啊 我是有一家公司请的 开了一个中医馆 正在装协 不过我已经请了 两位中医师 这些都是他们所提供的资料 加上我自己有去读啦 但是我不是读 你要讲明前啦 我们分享案例 纯粹学习 好 这个案例呢 这个妇女42岁 失眠多年 然后产后假剧 她生了一个双胞胎 过后她的失眠更严重 然后焦虑 还有压力 工作上压力 还有焦虑症 因为从小 就是她常常被她妈妈 她妈妈有精神病的 所以她妈妈有门拜婆啦 就是 就是 就是她可以很开心 然后 或者是可以很犹豫 静静的 所以我们就这种 双重性格的人 她开心起来 发电样的 然后她进起来 可以躲在一个房间 不讲话的 所以她妈妈就 所以她长期就 这种环境长大呢 她会影响到她有焦虑症 或者是压力的问题 然后仿佛 然后 产后假剧 这个头痛呢 她生产 生了baby过后 头痛更严重 然后意识模糊 她讲有时她会blurblur的 就是好像blurblur 很难注意的 做工作不到的 很难注意的 然后石蛋 就是 舌头的颜色 白白的 没有什么颜色 就是淡淡的 我们有点红的 微红的嘛 她的淡淡的 然后肥大 有牙齿硬的 然后 齿脉 就是我们把脉 要寸观齿嘛 就是她后面的齿脉呢 齿脉微弱 所以我们中医 就是把这些 症 症 就是symptom 把它list出来 然后我们再分析 把它分去 根据我个参考地图 这些反复头痛 产后加剧呢 就是跟血 因为产后 产后你会伤你的 就是元气大伤 血是主要流失 然后肾也是会伤的 然后失眠多年呢 其实主要是跟肝肾的问题 产后又加剧咯 总之产后加剧 就是跟肝肾有关系的 焦虑压力 都跟有肝咯 然后齿脉微咯 齿脉是代表肾的 把脉的时候 微就是它肾弱 肾弱 然后意识模糊 就是有痰语 就是皮 都是我们通常 我们叫痰 就是有种 粽粽的东西 干扰着它意识 然后食淡肥大 都是跟皮 皮湿 湿痰 有痰的因素 所以我把它证 归纳为这些 然后我就把整体上 就把 narrow down 把问题简单化 就是它跟肺没有关系 跟心没有关系 然后这些不关系的东西 我都拿走它 所以我们找到把这问题简单化 我就把这个 再重新再 就是OK 我们identify了 这一个 这个是问题嘛 然后 但是我要变它的虚症 还是食症呢 所以我就要看 食症呢 它不是食症吗 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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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症 它卖不快 然后它没有热症 没有干鱼花火 没有痰 失与痣 可能有一点点那个痰 但是我所谓这里所知道 就是微 就是那种 微火的那种痰 然后 瘤血 瘤痣 组织 它都没有食症 所以呢 我就把那个食的问题拿走了 其实它的失眠 是因为体虚导致的 所以体虚导致呢 我们这种失眠 叫做虚症 虚症呢 都是阴血 这些都它都有 但是我要看哪一个比较 我必须要处理先 很表现 因为阴血不足嘛 所以它的肾 它的皮 肝 还有心的血 都不够的话呢 它的失眠就 它的神不能定 魂不能定的话呢 它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必须要补血 问题是 如果我给它 直接给它补血的问题 它有皮 它的皮不好嘛 它的皮弱 它皮弱的话呢 其实皮跟肾 也是有关 直接关系的 你的肾弱 肾羊不能 不能 住你一个皮羊的话呢 你的皮也会跟着弱 所以我必须先贱皮 不然的话呢 所以他们所谓的虚补受补 就是因为皮虚 你吃什么补药 它都不能化 因为皮是第一个化缘的 就是把你的补 你吃什么补品 就是靠你的皮为来化 所以我必须健皮 所以我就会用 龟皮糖 就是补你的皮的 这是加减的 然后过后呢 先调好它的皮 然后还有皮好呢 气血足足的肝 也会跟着好 腥也跟着好 然后后来 我再补它的剩 所以它要分开 各个案例呢 根据那本书所指的案例呢 它和龟皮糖加减 就是那个椅子会调 八个月 它的睡眠就改善很多了 后来它才用 幼龟丸 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为什么用加减 所以我们中医开放 必须没有一个定房的 必须要看那个人 再modify 这个 龟皮糖是我们传统 就是古文里面有的 龟皮糖 这个原本的龟皮糖 加减 这个人去减掉人身 俯神 木香 木香是行气 补气的 因为它虚嘛 它没有血 你没有血的话 你补气干嘛 没有用的嘛 所以它就有那种补气的拿走它 然后它加兔丝籽 脖子人 然后勾腾 这个是降干干火的 就是干风 就是降干火 然后夜焦腾 这是安神的 就是给你睡眠 这些都是 都是这两个 都是远至这些 酸藻人 都是安神 定安让你安眠的 这是穿的 但是是行血 因为它问题是血嘛 然后你看它 它也有当官归这些 白族 这些健脾的 所以你看它整体上呢 微补气 有点补气 然后当官归都 整体上主要都是安神 它改一改那个方 所以这个方 大约在那边 调调调调调 八个月呢 它整体都有改善了 后来它就把 它觉得身体OK了 它就用这个 幼龟丸 但是它去掉这些 很热的药呢 然后它在家 都是安神的 行血的 补健脾的 然后主要呢 这个是补胜养 因为它胜养不足 很累嘛 然后慢慢呢 它调好了 差不多一年过后呢 整体上基本问题都改 都完全可以讲 脱离那个 失眠的问题了 准 OK 注意啊 以上药方 只供案例分享用途 就是那一个案例的分享用途 请勿擅自采购服用 因为你的问题 你的失眠问题 你必须要知道啊 你的到底是 是阴血不足 脾胃化症 或是火腎热 干鱼化 我上一个视频 我学习当中呢 我随便这样按下 它的胎充血 扎两支针呢 它当完就很好 所以那个是实证 其实实证呢 它的效果会比较快 虚证呢 你补的话 它要时间 它的效果会比较慢 所以如果实证呢 干预 我要卸的话 比较快 它有它的formula的 所以你必须要 有一个中医的辨证啊 然后 你可以去找外面的中医 或者是如果你 因为现在MCO嘛 很火的中医官 也装修了 耽误了 我们看 是一块也要四五月 它才好吧 所以这段时间呢 我们有提供网 网线上诊断服务 不然的话 你不喜欢线上的话 你可以去找中医师 问题是外面很多中医呢 他们也不好意思 charge整费嘛 我讲 哇 你是死人整费 开一个档案 开一个案一百块 然后 复诊 讲一下电话 问一下问题 开一个单子 五十块 这样跟你讲 因为我没有卖药的 我没有卖那种承担药的 我也打算 开店过后 也不打算卖药的 所以那种承药 我都不会卖的 当然除了我的高概领 这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减轻的 那个是另外说了 但是别的那种药 炼成黑黑的 我的高概领 我的成分 也讲到好好的 都会讲到 我只卖一样东西 就是那个 那个是尿酸 痛风 糖尿病 那个是整菌 那个问题 所以 至于 这一个呢 不同的病 不同的人 我必须 刚才你看到那个案例 必须要modify的 所以我们只是开药房 然后我们讲到明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指示 我们的系统 因为你找的中医师 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团队 他们研究那个案的 我是当中学系 在此生命啊 我还不是中医 好 就这样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首飞 然后 失眠病症呢 就是我也是有一位叫 蔡医师 柏利 是负责 他转转转出 这是免病症 如果你有问题呢 这个是台链的话嘛 但是不要爽爽问 因为我们也提供免费的服务 很多人看中医的电话 苏嘎苏嘎就问电话 不回 你就讲我们 八怪西北 但是你要了解 我们有工作 他们要吃饭 我的公司要付 我要付薪水 给这两位中医师 所以你要不要了解 他们的专业 他们花几百钱 去外国 去上海 上海中医大学读回来 所以都要 都要 都要 都要成本 开店了 我还电资 还电费 我跟你讲 好 他要 就是我问的 中医 这位柏利中医 他需要 如果你需要他的咨询呢 你就把这些问题填好好 用WhatsApp打好好啊 名字姓名年龄 跟职业 职业很重要 因为你的职业会影响 你的 你的失眠的问题 我们直接可以达到答案了 所以这些一个 基本初期的问题 他需要懂的 就是你失眠问题 存在多久了 无论工作或休息天 拜六礼拜拜一道 总之啦 你平时啦 早上起床 晚上睡觉的时间是多少 是几时 然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来入睡 然后他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夜间醒来次数有多平密 然后再次入睡 需要花多长的时间 然后是否患有慢性病 还有健康的问题 你要代表跟他讲 上市或关节炎 有时你是痛到醒啊 有没有运动的习惯 然后每天起床后感到有精神嘛 白天有多劳累 然后靠床 附近有没有摆电视 电脑手机 还有手机 我跟你讲 最好不要把手机放在床 我的principle 就是普贼不带进房了 你手机带进房 你一定睡不好的 因为你睡不着 你就呱呱呱 这种光啊 它会影响你的脑 释放一些以为天亮了 你搞这更好 其实基本上 你把手机拿开了 很多人都失眠的问题 都解决了 睡眠周围的声音 灯光和闻视闻 答应一个给一个概念 目前在服用任何需要吗 有没有服用安眠药 有没有吸烟喝酒 然后咖啡和农茶的习惯 是否有晚上加班 night shift 然后进来面临工作压力 和私人问题吗 你要老老实实讲 然后每天睡前 有没有吃什么饮食 或药物 常常有四岁的情形出现 就是 加折喝碗粉 有吗 如果有你就讲 然后什么情况之下 然后晚间睡觉是否打呼 或者是 或者是有那个 那个我们叫 sleep apnea 就是呼吸不到的 咋成 所以这个时候是 彭利医师他要懂的 就是你开档的 基本问题 陆续问题他会持续问你 所以开档费100块 就是你开了档案 然后我们的综艺馆开了过后呢 只有在记录上有的 so invited 我们不说也是walk in 因为我也没有那个 我的综艺馆不是很大罢了 所以也没有空档的地方 也不用来这边排队的 只有你有电话 就是跟 就是我们系统里面有你的 你的 你的记录呢 你才来 你才可以来这边治疗 或者是 扎针之类的 so 然后没有open 我们没有walk in的 没有手walk in的 开了过后啦 4、5月了 然后Maybank这个 我们的户口 公司户口 so你就back 100块 把那个单发给Pelly 然后把你的答案 你的关键那个 inquiry form 献给他 过后他就开始跟你 跟你有互动了 so 失眠病症呢 记得要炒菜医师 Pelly 我另一个菜医师叫Vini 他是属于 负责 肠胃问题 还有皮肤问题的 so 这个是他电话码 019-538-1143 讲完了 希望 之前那些鬼神 这方面给你一个概念 终于是怎么去看 这个失眠的问题 好 今天分享到如此 谢谢